大家好,我是雷扬,祝英王体育的朋友们红红火火都能够在英王体验精彩人生。 第一次表演快乐足球,两队射门次数会比较少,如果本场有进球,那很可能是杰克先打进,也很可能是杰克给英格兰一记乌龙球。 不小心乌龙野鼠正常吧,人家葡萄牙都可以哪开二度呢? 推荐,平。 今晚这场是名副其实的生死大战,输了就回家,打平那就双双回家,看好不会打平。 尽管克罗地亚顶着世界杯亚军光环出战,近期的状态有些低迷,客场的表现糟糕,实力强大的中场也因为连续征战,体力透支严重。 苏格兰虽然在近两轮欧洲杯没有取得进球的,但是其控球能力还是很强的。 球队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踢法比较保守,克罗地亚这一次阵容老化虽然是比较严重。 更是处于新老交替的时刻,但是你不能低估他们的整体战斗力,毕竟他们的中前场实力比对手要强很多。 过去的五场正式比赛,仅仅是只有面对英格兰,没有取得进球。 推荐,克罗地亚胜。 记得下方点赞关注评论,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。 谢谢,thank you。